为在新北市淡水区护卫炮台古迹旁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里面藏了一间豪华的餐厅 而在今年将与好邻居江杰金玉京香酒店来合作 把五星级主厨的手艺来带进球场里面 来打破过去大众以为高尔夫球才能用餐的印象 而将在餐厅转变以旅游观光为主 来搭配八大菜色玫瑰料理 而结合了淡水在地的观光与文化 就连在地职人都相当的推荐 在新北市淡水区护卫炮台古迹旁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许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边藏了一间豪华餐厅 在今年与好邻居江杰金玉京香酒店合作 把五星级主厨的手艺带进了球场里头 打破过去大众以为打高尔夫球才能够用餐的印象 将餐厅转变成为观光旅游为主 搭配了八大菜色美味料理 结合淡水在地观光的文化 就连在地职人都相当推荐 户尾炮台的这样的古迹还有云门 云门五迹的据点都在这里 那现在又多了这样的一个平易近人的餐厅 这里的菜色其实跟吃起来跟大饭店是一模一样的 那很高兴淡水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聚餐 可以吃饭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边的特色菜呢 主要是有鲜鱼米粉锅 胡椒猪肚汤 然后蜜汁虾球 还有藤椒烧蛋 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料理 那主要来这边呢 你不一定要来打球 也可以来这边享用美食 由匠结晶玉京香行政主厨 邱又德精心设计的数十道料理 维持八大菜系 例如有广东 台菜 江苏菜 浙江菜 湖南 北京等等的阵容之下 力球在传统与专属特色中加入了创意 如同老淡水球场文化的精神传承与创新 就像是稀鲁肉 客家小炒等典型的秋肉菜 能能维持原始做法 至于新纳路的菜色 例如红烧肉类 则跳脱以往上海菜烧肉的料理之外 更额外加入了新配方 而主厨笑称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口感更比上传统红烧肉而言 绝对是非常爽口 我们除了服务这个球场的会员以外 我们也很欢迎在淡水地区 或是来淡水玩的客人 也都能够在我们这边用餐 然后来体会一下这个球场的风景 这个餐厅很特别 也左边可以看高尔夫球的球洞 那右边可以看观音山跟淡水合景 所以它一个餐厅它是可以有看两个view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这一次降解金玉金香酒店 和台湾高尔夫球俱乐部 老淡水球场合作 接手俱乐部的会馆餐厅的营运 更让五星级主厨多了一个舞台大展身手 有鉴于老淡水球场是台湾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源地 拥有百年的辉煌历史 也希望让老淡水与降节金玉金香酒店 结合成为一个高尔夫球度假村 并且整合淡水在地的观光与文化 不但是要满足球友们来此打球的用餐需求 更要朝向在地化与观光旅游 记得许多安逸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